以现时的走势,红牛正是步向一个破纪录的赛季 在暂时8场比赛中全胜,达成4次1-2 Ferstappen已经获得6场胜利,很多纪录都突然受到威胁 Photo和Schumacher在称霸年代创低,把麦拿伦和平治当年提词不可能的纪录 在Ferstappen和红牛面前突然变得简单 究竟红牛和Ferstappen在这个赛季有机会打破什么纪录呢? 就等非常喜欢看数据的我说一下吧 先由Ferstappen这一刻已经拥有的纪录开始 当我们在2022年赛季后对Ferstappen在22场比赛中获得15场胜利感到惊讶的时候 在今年开季后,看到红牛暂时的表现,突然觉得他今年可有机会打破自己一年前的纪录 Ferstappen暂时在8场比赛中获得6场 如果以这一刻75%的胜率应用在剩余的赛季 他在22场比赛中应该会赢到16场,将一步改善自己创下的纪录 而他自己在2021年创下单季登上颁奖台18次的数字 亦都非常有可能被他自己打破 所以有Ferstappen在上半季的挑战还有赛车的问题 令Ferstappen只能登上颁奖台17次 今年他暂时未曾以第二位之后的位置完成赛事 虽然同样只有22场比赛 但这一刻红牛的优势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刻都大 所以只要赛车没什么大的问题 18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 这个颁奖台数字也代表他有机会打破在2022年创下的单季车手得分纪录 454分 现时得分足以他靠自己一己之力排在车队榜第一位的Ferstappen已经获得195分 在三分之一个赛车之后已经差不多达到他记录的一半数量 如果Ferstappen能够保持状态他应该能够打破454分的界限 但除了基本的分斩冠军数量和登上颁奖台次数之外 Ferstappen还有什么记录可以打破呢? 在V8年代尾段Vetto和红牛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疯狂的记录 其中包括Ferstappen已经打破的最多分斩冠军数量 但Vetto仍然保持着其他 例如2013年赛季尾段九年胜的记录 到了今年 可能终于被Ferstappen和红牛打破了 今年暂时曾经接近Ferstappen的对手只有Perez 但Perez在马亚物站不难将头位变成冠军之后 气势仿佛被打断了 之后成绩变差 所以在这一刻已经连续赢到四站的Ferstappen在短期内也不似会有对手 这个终于是他挑战九年胜的最佳机会 而Vetto在2013年夺冠时做出的155分车手绑得分优势 都有可能被Ferstappen打破 上一年Ferstappen已经以146分的优势赢到冠军 今年在这一刻已经领先69分 未来最有五场冲刺赛 155分的领先优势绝不是一件难事 同样是Vetto保持着的单季15个头位记录 都有可能被暂时已经夺得5个头位的Ferstappen打破 而Ferstappen都有机会像Vetto那样成为领先整季车手绑的车手 如果没有其他车手在这个赛季成余的14场比赛领先车手绑 Ferstappen将会成为F1历史上第15位领先整个赛季车手 而提起领先就要提到Vetto在2011年单季领先739圈的记录 这一刻的赛季还未到一半 Ferstappen已经领先了358个圈 特别他在胜余赛季绝对有机会挑战740这个数字 这些就是Vetto在Vetto运达年代留下的记录 但还有一些更古老曾经被认为没人能够挑战的记录 红牛和Ferstappen都有可能挑战到 早前提到Ferstappen如果保持75%胜率 他就会赢到今年的16场比赛 但其实22的75%是16.5 如果Ferstappen超额完成赢到17场比赛 他就会打破Alberto Ascari保持超过70年的胜率记录 Ascari在1952年赛季的8场比赛中赢到6场 达成了75%胜率 如果Ferstappen获得17个分站冠军 他就会赢到77%的比赛 假如他真的能够达成17场胜利 在未来能够打破这个纪录的机会 应该会随着比赛增加而变得更加小 例如F1本来计划2023年赛季里面有24场比赛 如果在24场比赛的赛季里面要超越77%的胜率 一位车手就需要赢到19场的比赛 所以如果Ferstappen不能在今年打破这个纪录 这个Ascari的胜率在未来应该不会容易被超越 另外一个Ascari保持了70年的记录 就是连续领先305个圈 就算过去那么多年经历了Sennah Schumacher和Fato壟断的年代 都未曾有人接近Ascari连续领先305圈这个数字 在这个赛季之前 历史上只有Sennah Mensel和Fato加上Ascari四位 曾经连续领先超过200个圈 最接近Ascari记录的就是Sennah在1988年264圈的成绩 而Ferstappen就在加拿大成为第5位连续领先200圈的车手 他在这一刻连续领先了219个圈 由Maiama站的第48圈开始 如果不计算冲刺赛 只计算正赛的圈数 他需要领先至英国站的第16个圈 如果计算冲刺赛的话 他在奥地利的第63个圈 就能够打破这个保持了70年 曾经被称为无可能被挑战的记录 这些基本上可以说是被陈锋的记录 究竟有没有机会被打破呢? 法拉里在V10年代都有不少记录看似遥不可及 但在红牛和Ferstappen这个表现之下 他们突然看似能够挑战Schumacher 在2002年100%登上颁奖台的记录 当年Schumacher在17场比赛中 获得11个冠军 5个亚军 1个贵军 而这一刻Verstappen拥有6个冠军 和2个亚军 当他在第9位起步 赛车的刹车系统有一只鸟 都能够夺得第一的时候 问题就是他在什么位置起步 赛车需要出现多大的问题 才不能登上颁奖台呢? 虽然Verstappen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但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二位 打成这个壮举的车手 已经是一件非常之厉害的事 而Verstappen如果能够在这个赛季 所有比赛都登上颁奖台 他就会打破Schumacher 横跨2001年到2002年 连续19场登上颁奖台的记录 今年的22场比赛 加上2022年阿布萨比赈 如果一切顺利 Verstappen将会23场连续登上颁奖台 但一切都要看赛车的可靠性和运气 如果赛车有什么故障 或者遇上什么残骸的话 Schumacher这两个记录就可能不会被打破 而我一直在说Verstappen能够打破的车手记录 但红牛在车队方面又能够做什么呢? 麦拿伦最辉煌的年代 就是有Sena和Pros坐镇的1980年末到1990年初 而他们在当年也创低了不少记录 1988年的麦拿伦在16场比赛中赢到15场 达成93.8%的胜率并达成11场连胜 虽然93.8%这个胜率对这一刻的红牛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在今年的赛季中 他们需要赢到21场比赛才能够达成95%的胜率 打破这个麦拿伦保持了30年的记录 而今年他们有没有机会赢到21场比赛呢? 机会率不能够说是很大 始终赛季还有14场比赛 车队或者车手出赛的可能性依然有很多 但不能够说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车队这一刻的气势的确看似不会有人挑战到他们 所以麦拿伦93.8%胜率的记录在这一刻还可以说是安全 但如果暑假之后 Aston Martin和平治都不能构成威胁 虹牛则真是很大机会创下一个没人能破的记录 虽然胜率还有很多变数 但11年胜的记录在这一刻已经急急可矮 当年麦拿伦由巴西站到比利时站连续夺11个分站冠军 虹牛由2002年的阿布萨比站开始 至今已经达成9年胜 只要赢到紧接的奥地利、英国和匈牙利站 就已经能够打破麦拿伦的记录 而你一刻看似的确没有人能够即时威胁虹牛 所以他们很可能在暑假之前已经打破一个F1历史上最厉害的记录 也应该是车队实力的最佳证明 在平止破纪录的8年混能王朝里面 他们也做出了不少我们当时认为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打破的数据 而似乎我们这一刻就在特殊情况里面 Hamilton和Rosberg在2015年为平止奪得12次1-2 虽然Perez这一刻的表现比较失望 但在胜移14场比赛里面 如果Perez能够回到正常发挥水平 在这一季和F1历史再制造8次1-2绝对有可能 另外一个Hamilton和Rosberg创下的记录 就是单季最多分站冠军 两位在2016年来斗期间为平止奪得当季21场比赛中的19场冠军 虽然胜率不及1988年的麦娜伦 但依然是车队单季分站冠军数量的记录 红牛在这一刻只需要额外11个冠军就能够追和这个数字 而他们在上一年其实已经成功获得17个冠军 今年只需要额外的3个就能够创下新的记录 不止是分站冠军数量 其实红牛在上一年的得分都和平止的记录非常接近 平止在2016年21场比赛后奪得765分 而红牛在2022年经过赛季初的赛车故障 和被快利夺他几个冠军之后最终的得分是759分 距离打破纪录只差6分 今年赛季到了这一刻毫无障碍 最终超越765分看次不难 而最后一个受到威胁的平止纪录就是单季登上颁奖台次数 这个纪录并不计算冲刺赛 平止在2016年赛季中 Rossberg和Hamilton参加了21场比赛 在合共42次登上颁奖台的机会中 登上颁奖台33次 红牛在2022年44次的机会中登上颁奖台28次 而在今年的16次机会中登上颁奖台12次 两位车手只需要在剩余的28次机会中登上颁奖台22次 就能打破纪录了 数字看起来非常大 但无论是亚军还是贵军 只需要两位车手同时在颁奖台上出现11次就能破纪录了 如果红牛和Verstappen能够保持着这一刻的气势到赛季结束 他们将会能打破的纪录如下 Verstappen能够打破的车手纪录 就包括由他保持的单季分站冠军数量 车手得分和登上颁奖台次数纪录 数一个红牛王朝留下由Verstappen保持的最长连性 最大车手榜得分优势 单季最多头位和领先圈数纪录 舒马卡与Verstappen创低的100%登上颁奖台 和连续登上颁奖台次数纪录 还有已经保持超过70年 由Azkari创低的最高胜率和连续领先圈数纪录 红牛就能打破纪录来保持超过30年的单季最佳胜率和最长连性纪录 还有平至8年瘟轮王朝期间创低的单季12次数 最多分站冠军最高分数 还有单季登上颁奖台最多次数纪录 究竟在这系列的纪录里面有多少个将被打破 又有多少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各位认为有什么纪录将被打破 又有哪些纪录将被保持下去呢?欢迎留言说下! 这集就说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